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讲一点 特别安静的思想史的话题 一直以来 我们有两个现象是看得见的 第一个是我们发现 即使到今天 类似于像马斯克这样的 这个世界一流的企业家 他也在说 我主要是借用了第一性原理的智慧 很多人就蒙圈呗 什么 什么叫第一性原理 搞不通 中国人就文所未闻 念这个脸书的小渣 都说他也是基于第一性的原理在思考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我们都看得见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以来 中国的知识界都有一个问题意识的 而且这个问题意识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 是李约瑟提出来的 说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 古老的文明的国度 为什么没有首先产生出科学呢 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能用到的所有的科学的公式 科学的原理 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准确的说都是基督教传统下的 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下的人发明的 昨天我看了一个人搞了一个表格 就是说影响人类社会的20大科学原理 最后一个是中国人发明的 就是经济学家陈平 有一公式 说中国的2000元人民币等于美国的3000元美金 这叫陈平等式 开玩笑的 讽刺他 其他的所有的科学 科学的理论 科学的公式 都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下的西方人发明的 这是个事实 是不是 你把这两个东西搞在一块 所以呢 我就想跟大家也是叫做脑化重提吧 因为我恰好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 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解释这个话题 都要从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人人都会说的一个词开始 这个词就是理性 大家都知道理性是西纳哲学 柏拉图的概念 是一个具有悠长的历史传统的思想史的基础概念 柏拉图在他的言论集第四卷提出的理性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个新概念叫理性 柏拉图的意思是试图分析人的一种近况 人们需要处理自身的一种激情 而一个人本能的处在善的激情和恶的激情的二元状态 为了平衡二元激情 柏拉图发明了理性这个概念 即通过人的理性的介入 可以在善的激情和恶的激情之间寻找一种心灵的平衡 所以思想史认为理性是人的一种心灵的平衡能力 是人的认识和意义上的一种判断的功能 理性的概念影响深远 几乎是覆盖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史 今天当我们用使用理性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 其意义是指我们的思考的能力拥有良好的平衡性 在这个意义上 柏拉图的理性概念 其实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庸的概念具有某种类似性 区别在于理性它是一种清晰的学术命名 而中庸则是对平衡秩序的一种模糊的一种现象性的描述 所以你要搞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跨着思想史 就是这种关于理性的探讨 到了这个公元17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史的时代 那有的人呢把它叫做唯理主义 唯理论 这个你就是理性的意思 后来的人呢把它总结为人类社会知识论意义上的第一性哲学原理时代 然后就有了这么一个词叫所谓的第一性原理 所以第一性原理的真实的意思是基于上帝存在的第一性原理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你得找到它最终的那个动力 所以那个时候的思想家就开始通过一种从第一性原理从源头出发 通过演绎的方式推导出知识 而不是按照经验的实验的证据和经验 通过归纳的方式推导出知识 这就称为所谓的第一性原理 它是从源头出发 而不是从经验 不是从我们人类当下的数据出发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第一性原理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17世纪 你要记住一个年代就1600年 1600年 诞生的一个牛逼哄哄的人 这个人叫蒂卡尔 是吧 所以他的这个年代是唯理主义或者叫做第一性原理时代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1600年大概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 一百多年吧 人类是会发现了很多的第一性原理的公式 比如说莱布利茨发现了二进制 是吧 发现了微积分 发现了单子论 发现了他的哲学体系 莱布利茨 所以有人说莱布利茨的二进制是从中国学的 但是这是又完全不了解什么叫二进制 二进制有两个数字 一个是零 一个是一 说这个二进制与中国的八卦理论有点像 像今天大韩民国的这个国旗也是八卦旗嘛 八卦它是指两种事物互相纠缠 它并不是一个是零 一个是一 它没有数学富豪 所以你不要这个被一些个狭义的一些个爱国者给大家勾你去了啊 所以 莱布利茨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一句简单的话 一句什么简单的话呢 就是在莱布利茨的数学世界里面 一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一 一 别人都知道这个一 什么是一啊 数学界的一就是上帝 有上帝和无上帝 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叫一 如果是你假定他没有上帝 这叫什么 叫您 所以它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崭新的数学符号 二进制是这么来的 那牛顿大家都知道 牛顿的所有的物理学的建构 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原理 叫第一推动力 如果你不需建构一个第一推动力的命名 物理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它是对上帝力量绝对存在的一个借鉴和应用 那帕斯卡尔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概率论 是不是 帕斯卡尔的概率论其实就是讨论的一个 如果你相信上帝和如果你不相信上帝 你所得到的一个数学局面 就称之为概率论 是吧 是一个数学分析 而笛卡尔的这个坐标系 坐标系一横一竖啊 就是直接对基督信仰的十字架的秩序的一个数学的摸 嘛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大量的沉思之后 他得出的一个栖息的一个观点 叫做上帝是终极的观念秩序 所以你所有的问题分析你必须立足于上帝存在的这么一个终极的观念秩序 所以他通过十字架的这么一个符号他找到了数学的这个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啊 事实上啊 像我学经济学的更有趣的是在经济学这一块啊 经济学这块我们都知道啊 经济学的鼻祖 经济学之父是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两本书 一个是道德勤操论 一个是国富论 都是建立在上帝存在的基础上 国富论里面说是为什么会有市场呢 因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这个市场的交易 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 是吧 所以直接就假定上帝存在 相信上帝存在 所以才有市场 那他的道德勤操论就更是呢 为什么人类社会会有道德 你一定要记住啊 是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道德 而动物世界没有呢 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上帝的观念 所以导致人类社会有道德秩序 人家探讨的是为什么 而不是告诉你怎样去做一个道德之人 所以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的 后来一直到了19 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以后 美国出了一个数学叫萨米尔孙 萨米尔孙就发明了一个理论 叫商业周期理论 他说就是商业周期的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商业周期的所谓的经济萧条 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他之所以发现这样一个所谓的商业周期的这么一个理论 它是从圣经里看来的 因为圣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叫七个风连和七个荒连 然后他把它改变成了一个数学的这么一个计算的公式 所以人类社会的市场行为永远无法改变 这种风连和荒连交替上升的这么一个波动的现象 所以你你学经济学知道什么叫波动啊什么叫做周期啊 所以人类必须适应这样的波动必须适应这样的周期 然后在一个相对的区间之内找到这个经济学的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所用的理性和柏拉图时代理性 它是完全已经不大一样了 所以柏拉图的理性是对人的经验的一个想象 一个处理 而这个十七世纪已降 人类社会的科学的事实 它的所谓的低性原理 所谓的唯理主义 所谓的理性 是基于上帝存在的这么一个超验的想象 所以中国有一个哲学家叫顾准 他在文革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 他把希腊哲学就界定为是经验主义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界定 所以很多人说顾准是中国最近两百年以来 最有思想的这个思想家 是真正读懂了希腊古典哲学的人 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 说在文革的时候 文革完了以后 美国有几个学者来中国社会院来访问 人家就问 他说你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家 当时社会院的一个副院长叫李慎之 就是站起来说 我们有啊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他的名字叫顾准 他的思想在哪里呢 就是他认为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 它是一种经验主义 而不是第一性的原理 他不懂什么叫第一性的原理 他也完全没有介入到圣经传统 他根本不知道整个西方思想史 有这么一个第一性原理的时代 所以我们所有的科学 你一定要记住 它是从17世纪开始的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一说科学 我们都知道科学之父是谁 是牛顿 那牛顿可不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家 牛顿是17世纪以后出现的 出现的思想家 出现的科学家 为什么当我们说科学之父的时候 我们认为科学之父是牛顿 而当我们说科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推到这个古希腊哲学 你不扯淡吗 是不是 这个时间上就不逻辑 不对称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希腊并不是科学的源头 17世纪的第一性原理 才是科学的源头 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 然后你再回头再看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理性能力的 柏拉图描述的理性的判断力 理性的功能我们是有的 我们中国人也是人 但是我们没有第一性原理的力量 我们的心里没有接续第一性原理的强大的第一推动力 没有这个东西你是找不到科学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个经常就是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不是从我们中国出现呢 这是需要解决一个数学模型的 需要解决这个第一推动力的 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是不行的 所以其实牛顿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来也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这些话题 也是我的思想史的书里的心血之所在 我有写了写这样的文章 我的文章比这个写的复杂 我待会把它放到我的社区里面 你们看一看啊 就是对思想史的书里能够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哪里 而且能够迅速的看到问题所在 是不是 各种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些人基于我们自己的知识自负 完全不能理解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的渐变的过程 无法理解第一性原理的巨大的张力 无法理解基督教思想传统世界 它到底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完全无法理解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方式 对人类想象力的带领和推动 也正是对第一性原理的完全的无知 我们中国人才永远与真正的科学思想无缘 以至于我们中国人对人类的科学的探索的意义 为您 谢谢